蛇絲曼憑無線劇《新聞女王》 Mang姐一角 成為三鳥事後 人氣一時無兩 雖然劇集已經播完一段時間 但Mang姐熱潮依然未有減退 蛇絲曼的工作還接種兒來 而她的一舉一動都被受關注 近日蛇絲曼在社交平台 分享了一段拍攝花絮 片中她穿著淺色的低胸晚裝 優雅地展現出身上的首飾 同時不失性感 加上蛇絲曼多年來都保養得宜 48歲的她都堪稱動靈女王 不過今次片中的主角 並不是蛇絲曼 而是她面前的工作人員 手拿著的迷你風窗 全程吹著蛇絲曼的髮尾 令她多了一份女神感 難怪蛇自己也笑話 這把迷你風窗厲害了 以後拍片必備 另外也有很多網民留言說 阿蛇靚出身高度說 女團COLA的成員 摺二連三地出事 繼早前阿Marv 被指和Locker疑似同居 一前一輪到壓低 被指和形象負面到爆的這份雙戀 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今次的主角 是受不少男粉絲愛戴的Candy 近日有網民 在討論區列出證據 懷疑她在社交平台買粉 網民說她現在大約有21.1萬個追蹤者 早前生日直播 只有大約400人看 對比一年前 生日當時的1,500個觀眾 人數已經大減 人氣似乎有明顯的大幅度下降 但近期她的追蹤者 就離奇地上升 根據大數據統計結果 由3月10日到16日期間 每日平均以100個追蹤者以上的速度上升 而這些所謂的新粉絲 全部都是空殼和殭屍帳號 香港搖滾之父 Danny Summer 今日現身尖沙咀 她爆自從去年11月 就入紙申請洪館 開兩場告別演唱會 但到現在仍然未得到回復 感覺有點不受尊重 我由11月拿到現在 是沒有回復的 這個只不過不是第一次的事 以前我在洪館開過三次 每次要跟她申請拿旗 是石沉大海的 她怎樣運作我不知道 只要我簽了 為甚麼我要告訴大家 因為我可以說 就是我不想再唱歌了 所以我在洪館拿這個場 對得我的粉絲住 開了一場我的告別之後 就大家拜拜 對了 所以現在我在等著 就是她何時批出來的 所以你問我唱不唱歌 我的職業去到 如果我拿到的旗之後 就應該完結了 主辦者一直都追她的 主辦者已經很生氣了 她說你應該 應該要在外面吠她才行 今天沒辦法 因為我很少出來接觸媒介 如果說吠她 都不用我 其實很多香港藝人都在吃這一招 全部人比大 我覺得自己的名氣不夠大 所以她不批 你說錯了 沒有 不是明不明氣的問題 你不認識我嗎 你不認識我嗎 是吧 我們在這的時候 你都沒人出生了 可能 如果用明氣的話 不是我們說 我們有多少明氣的 你們自己去量 今天這一次去 是否叫做投訴呢 或者是 因為主辦者都說 你不說 遲早主辦者都會說 為什麼會這麼久 都不會讓我們知道 究竟我們能否拿到期 但是有些人 可以每年都在那裡開 那這是什麼環境呢 好像側向一邊 會不會覺得不公平呢 當然是不公平 不是現在的事 由二千年到現在都是這樣的 每次我們這一批人去拿期 一定是很困難的 這個已經是眾所周知 你們什麼時候搞好他呢 這件事 昨晚在TVB拍過多套劇集 近日就亮相了ViuTV的新劇 《飛黃騰達》 在劇中飾演炒古女富豪 可以說是本色演出 而近日他就跟好友胡鋒吃飯 在修歌的修歌萬巴童裡面 宣傳新劇 修歌就當場疾他 你怎麼看了你都《飛黃騰達》 喂 你是我 《飛黃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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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陳曼娜又說 是修歌在拍《妙手人心》期間 教了他跳舞 還表示現在都會跳 但修歌再襲對方 到現在呢 我都可以跳回兩腳 你何止兩腳 四腳 之後就叫他快點吃飯 笑包全場 《飛黃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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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淑敏憑儲景劇 《愛回家之開心速遞》 中的大小姐 一個深入民心 現實中 她是一位跑步狂熱分子 繼早前跑完渣打馬拉松 日前又參與了 沙田10K 何半賽2024 還創下了最佳個人成績 真是很厲害 在《愛回家》中 前面飾演Andy 身兼林淑敏教練的崔錦棠 就在社交平台 以接龍大小姐跑得很快 Andy做到野為題 透露林淑敏的最後成績 還比渣打香港馬拉松市的 1小時07分 快了不少 說她最後3K加速 用了只1小時 快了近7分鐘 除了跑出好成績 林淑敏的鬆眼 也令不少網民讚嘆 雖然她今年已經47歲 但保養得很好 尤其是罕有地煞出她的逆天長腿 很吸睛 林淑敏在23歲的時候 參加二千年港姐入行 還贏得網上最奪目小姐獎項 在2011年 她就說自己在2010年 不幸患上第二期乳癌 慶幸的是她最終抗癌成功 之後她就開始好注重養生了 TVB偶像選秀節目 《亞洲超聲團》裡面 頭九名的練習生組成男團 Lonline 他們成團之後馬不停提工作 獲得高度重視 除了會不想集訓 還傳出首舞台演出 將會踏上央視晚會 早前官方就發佈了 成員們的最新個人形象照 原來 成員們也各自有龍志峰號 再一次震驚網民 冠軍奧利叫馬卡龍 亞軍李拳哲叫霸王龍 貴軍閃正鋒叫妙音龍子 趕順希叫菠塞東龍 梁思玉叫梁龍 白子翼叫小白龍 文佐康叫信馬龍 黃奕斌叫翼龍 和陳良叫溫柔小金龍 紮南女神曾宋雅 去年7月 突然無預警宣布嫁人 還在11月生了兒子 相隔幾個月 已經無了個巨土 極速收身 熱愛運動的他 日前在社交平台 上載了做運動的片 帶了零醉肉的螞蟻腰 獲得網民激讚 他也留言說 一直等傷口好返 說差不多3個月 才開始正式動動一下 首先就是要換成10個月 沒用過的腹機呀